如今票房高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剧情反转再反转的 只有情节曲折才能吸引人 可是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 虽然没拍电影 却在这两天体验了一把反转再反转的感觉 2月12日有信心的网友发现 央视网删除了之前对郭德纲父子的报道 从发布到删除这条微博 加起来的时间还不到一天 不少人都好奇德云社怎么了 为什么被删掉了呢 央视网报道了这件事情 并从父子感情 满袍等角度进行了说明 表示这里面充满了郭德纲对儿子的疼爱 也在文案的最后表示 郭德纲 郭麒麟父子是国风父子 当然这一报道却被很多网友曲解 表示这是来自央视网的声音 来自央视网对郭德纲的支持 而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与近期郭德纲的绯闻有关 年前连续缺席山东春晚 天津春晚 年后又来了一个桃色绯闻 如此这般自然需要一些权威媒体的发声和力挺 而尴尬的是 央视网发出这条微博的时候 郭德纲还满心欢喜的转发评论了 结果不到一天就删除了 确实是有点尴尬 郭德纲老师之所以高兴 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有点不顺 还被人造谣说有私生女 央视网在这个时候报道自己 无疑是解了燃眉之急 所以郭德纲才会那么高兴 以至于连发三个开怀大笑来庆祝 可是郭德纲还没高兴多久 央视网就把这条微博给删了 弄得郭德纲也挺尴尬 最后没办法 只能也悄悄删掉了这条微博 大家都很好奇 到底为什么央视网删掉了这条微博 是不是剧情又出现了反转呢 其实央视网删除这条微博 并不是因为德云社有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原来在央视网的这条微博底下 有人在评论区和转发区一直在骂郭德纲 而且是言语非常粗俗的那种 为了避免无染网络环境 央视网才删掉了这条微博 而不是因为德云社或者郭德纲有什么问题 如果郭德纲或者德云社有问题 那央视网连发都不可能发 毕竟郭德纲私生女的谣言在前 央视网发这条微博在后面 这其实还能解释一件事 为什么郭德纲老师要关闭自己微博的评论 就是因为德云社和郭德纲数大招风 经常有人故意在郭德纲的评论区骂人 或者是故意挑事 因为央视删掉一条微博 就担心德云社怎么了 多少有些起人忧天了 看到这儿相信大家 都可以放心了 而且下周德云社小剧场就恢复演出 大家又能够到小剧场寻找快乐了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期待 德云社新丑年大风箱的到来 因为只要郭德纲于谦一开大型专场 这所有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对此也有不少网友期待 郭德纲在大风箱上的杂卦了 因为这就是对世界最好的回复 毕竟德云社演员杂卦越狠的事情 那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